在一个家里有时候妈妈和爸爸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你妈妈喜欢儿子踢足球吗 开始时候我爸带我踢球我妈坚决反对 但是呢她拗不过我爸 我爸是太执着了 所以我妈妈干脆就我就不跟你争了 电视直播的时候你妈看吗 从来不看 但是她知道 裁判一吹哨的时候 她呢听着哨响了 自己找个理由啊我回屋了啊 但是90分钟比赛结束 她就出来了 第一句话问我爸 她受伤了吗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看着那个球赛啊 可能只有你妈妈会这样问 妈妈从来不到现场 也不到电视看 因为她觉得受不了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情 我在德国踢球的时候 有一次眼眶让人撞开了 回家我脑袋缠着那个绷带呢 然后那个头发上都是写 那个写渣子那种 然后呢我回到家我像坏了 我说我一进家门 我妈肯定到时候又痛哭流涕了 那天我一推门 我妈说 哟 上了 我说是 那个赶紧稍微洗一下 然后那个赶紧吃饭 我说不对 我第一次看我妈装得无所谓 装得无所谓 装得无所谓 后来我问我爸 我说这今儿我妈什么情况 哎呦 儿子说那个 我之前给你妈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到德国去了 说一切压力都不能给我 我妈才第一次装成那样 但是我看到我妈装成那样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不自然 一看就是装的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她心里确实很难受 每一个就是孩子从事危险工作的这种妈妈 其实都是很不安的 确实是 所以当我足球收牙结束的时候 我想我妈是真正放心的时候